不會有錯誤訊息 而且直接看到 它說要開啟哪一個Workspace 那我按Launch 它自動幫我開起來 但是如果說你的Eclipse打開會秀什麼 你好像缺少什麼JVM 或者Java的什麼環境的話 那你其實只要到雲端上面 我們的雲端裡面有個安裝環境 那你就把這個JDK這個 裝起來就可以了 那因為JDK的話 或者你也可以到哪裡 可以到那個Oracle網站 上面呢 特別注意哦 它有Windows的版本 允許存取 它的版本的話 特別注意哦 你要裝的是Windows 因為我們Eclipse是32 32位元的對不對 所以記得哦 你要抓的是i586 那另外它有一個版本是64的哦 64的話呢 那你如果去Oracle網站上下載的話 那你就要是X64的 如果你選錯也不行 32跟64 一定要兩邊Match 跟那個Eclipse的版本是要Match的 所以 因為我們最早就是裝32的嘛 我特別講 如果說你以後啦 假設你自己要4、64的話 那你記得哦 你這個JDK也要去抓64的 這兩邊要Match 因為我講說這個其實自由軟體沒辦法 自由軟體哦 真的就像蜘蛛餐一樣 你要自己 什麼都要自己來就對了 我們就把它湊一湊 就換一個環境 它有點像是拼裝啦 所以 就像微軟它是餐廳嘛 所以要服務費啊 所以你很多都像花錢的哦 那再來的話 今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啦 上禮拜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是講到 有關那個 也是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那我們有延伸到那個Uby Uby的資料的話 它是一個Jetson檔案格式 不過 跟中央的最大不一樣是 中央哦 它它刮壺很多個 而且還兩層的刮壺 有沒有大刮壺 裡面還有大刮壺 哇 真的 昏倒 啊 不過呢 我們有最簡單的解法 就是 如果它兩個刮壺沒關係 我就用Dictionary有沒有 字典 然後呢 給兩層 馬上資料就過來了 後面的部分就都一樣了 因為它是在大刮壺裡面的大刮壺 裡面還有中刮壺 就是 字典裡面的字典裡面 還有一個List 那反正你就照這樣的流程 哎 也是一樣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後面都一樣 所以呢 我們前面兩堂課 主要是講那個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的好處是說 它的結構是固定的 像CSV中間它豆點 後面頂多是LF 或CRLF 啊怎麼看 那我有教各位用那個Nordepad Plus 的話去看對不對 啊或者Jetson XML有沒有 啊這些其實好處都格式 是固定的 但是今天要講的是格式非固定 那你就要去找網頁上 因為網頁的變動太大了 因為呢網頁它基本上是 用HTML的語言所構成的 有沒有 所以那個標籤是小於 中間一個什麼標籤名稱 然後呢後面一個大語有沒有 所以每個網頁嘛 你其實只要每個網頁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啊你會看到 這個裡面就是它HTML語言法了 不過你光看到 噢 噢 不過你會發現 像這個title 有沒有 一定有個結束title 裡面除了說有那個 HTML語言之外 裡面還有CSS CSS 樣式表檔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抓某些資料 把它抓到我們Python裡面的話 或者抓到我們的Database 存起來 這個地方你就要去什麼 去找到你要找的資料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們就以那個 就是抓YouTube的清單 當成練習 那我這邊呢 有一個清單 因為每一次上課 我們都有清單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這個清單裡面的 每一個什麼呢 每一個的名稱 還有它的網址 因為裡面清單的影片太多了 那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把他的名稱 跟他的網址 通通抓下來 並且幫我存到Database裡面去的話 那要怎麼做 因為我像我自己喔 這個頻道裡面的影片 數量至少是超過一萬個吧 我印象中好像兩萬 超過兩萬個影片 所以這麼多影片喔 我如果說我要一個一個 自己把它複製貼上 複製貼我 我看到我昏倒 而且如果還有更新的東西的話 那我每次都要直接就是 光做這件事情喔 我可能要花很多力氣 那如果今天呢 我要找一個人幫我做 我要花他 我要什麼 付他錢嘛 如果說我今天把程式寫出來 我就不用付錢啦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感覺喔 目前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點把那個助理寫出來 就是 現在喔 自動化的趨勢 AI的第一階段 就是基本的自動化 那自動化 再來下一 AI就是 那個自動化裡面是有智慧的 可以幫你做一些邏輯判斷 就讓那個助理更聰明一些些 對 那就是做一些邏輯判斷在裡面 另外那個邏輯判斷裡面可能智慧 可能後端還要有一些Database 讓他從Database裡面抓一些訊息 再去做判斷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今天第一個喔 就是呢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整個抓下來 然後顯示出來 並且最後當然存到那個 我們的那個資料庫裡面 當然這部分請各位第一個呢 先連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上禮拜有跟各位講過 我希望像這邊總共會有 總共有五個影片好了 那五個影片呢 我希望把它一次性的全部抓下來 那你要怎麼去觀察它 第一個喔 特別注意喔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你剛剛講按右鍵 有個檢視原始碼 不過你檢視原始碼 自己慢慢看的話 光看這些東西 你就看到暈倒了 所以通常我們不會這樣做啦 你可以幾個方法 第一個 選其中一個按右鍵 選其中一個按右鍵檢查 或者是說呢 我的習慣啦 上個禮拜好像跟各位講過 除了檢查之外 你可以在上面這邊有一個箭頭 有沒有 這個箭頭非常好用 因為這個箭頭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找到你要找的東西 比如說我要找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裡面是什麼呢 首先的話 我就直接郵標先點它 點這個之後 你會發現它會幫你跑到這裡喔 然後呢 並且告訴你說 這個裡面是 放的是什麼東西 當然你可能要觀察一下 它裡面的話 這個喔 郵標目前mark起來 它裡面有哪一些是 它這個 它的一些 第一個標籤 那標籤的話一定是小於開頭 後面的話呢 一定跟你加一個A 也就是說它這個A 指的是它的那個TAG HTML的標籤 那第二個還有什麼 它哪一些特性呢 它有class 這class的話指的是它的樣式喔 所以前面這個是HTML的標籤 後面指的是它是哪一個類別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就是說 你會發現喔 這個 有沒有它的那個A class裡面 後面這個 這個名稱有沒有 這個名稱喔 跟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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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每一個都一樣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樣 透過第一個喔 A的標籤 再去找到它的class 把這些抓到之後的話呢 從裡面去抓到它的 第一個 它裡面的文字 OK 第二個的話呢 抓到它的什麼呢 裡面的超連結 那你會發現喔 一定會有個HREF 等於有沒有 欸 雙引號 一直到雙引號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超連結 那我希望把它的裡面的文字 文字部分呢 跟它的超連結 快速抓下來的話 欸這要怎麼做喔 請各位稍微把這個部分先 先準備喔 開著 那待會我們來看這部分好了喔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希望啦 假設我要整理啦 像 Youtube上面的影片 因為我在量產數量太多了 恐怕喔 如果是 以那個 老師錄影的影片數量來看喔 我應該數量算是 算是多的了 能夠超過我的這個影片數量的喔 應該是 應該是很難找到 目前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影片數量喔 超過我的 我說單單是個別的喔 但因為我沒有後製啦 我的影片其實 沒有像一些網紅有沒有 回去還要做一些什麼喔 有沒有 還要做 還要特效啦 之前還有同學問我說 老師你為什麼都不加字幕啊 天啊 我加字幕了 回去 我光打字幕 都比我上課時間可能還更多了 喔 我就說啊不然你幫我打好了 因為現在Youtube真的有一個功能 就是 如果你要幫我加字幕 我可以 就是 幫你加到那個 管理字幕的那個權限 那你就可以幫我加字幕了 喔 不過這個 導師很花實 不過我想 主要是說 我們如果 今天第一個練習喔 要抓 一個播放清單裡面的 名稱 跟它的超連結 那我應該怎麼做 好啊 第二個的話 當然我可以把這個 抓下來的資料呢 再塞到資料庫裡面 OK 網路上的資料抓 我先Demo一下喔 第一個的話 就是說 我們已經知道它的網址 所以把那個網址複製一下 其實喔 以後這個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類似的 範本 然後把它貼上 因為我要 第一個怎麼樣 要利用那個 Request Request 然後呢 去Get這個網址 所以我把這個網址 給貼到那個 Get的後面 那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這個 東西裡面的 HTML 原始碼 抓到HTML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利用BeautifulSoup裡面 把它裡面的 Test抓出來 因為HTML裡面 是一個物件 物件裡面有一個屬性 就是Test 就是裡面的文字部分 那幫我抓到 再利用BeautifulSoup去解析喔 那BeautifulSoup解析什麼呢 解析的話呢 就是用它的Parser 反正這個 這個常數是固定的 我們把裡面的東西 爬出來 那爬出來 做什麼呢 丟給SP 所以這個時候SP BeautifulSoup就會 先產生一個SP的物件 那利用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去把它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找到 那我要找什麼呢 特別注意 我要找的東西 實際上是這裡面的 特別注意 我剛剛講喔 你可以按F12啦 或者按檢查也可以 然後這個箭頭的話 你點它 這個地方 它會告訴我幾個訊息 第一個 它的標籤是A 第二個 它的class是這一個 所以呢 我可以從什麼呢 從這邊去抓到 然後這個是它的標籤 它的頭 然後它的下一層呢 就是它的class 所以一階一階的 這是第一階 這是第二階 那你會發現喔 底下的這個也是長一樣 這個也是A 然後後面是什麼 PL 一個video title 另一個 下面是不是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有沒有 也是長一樣 有沒有 這邊也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有個A 那它的class也是 這一模一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好了 我如果要把這每一個 這個網頁裡面 有很多個 全部都找到的話 那你可以下一個語法 叫做 幫我找到裡面所有的 所以 一二三 總共五個啦 它就幫你把它全部找 怎麼去找呢 很簡單 找嘛 找叫什麼 fine 對 你就打一個fine 那fine的話有分成喔 如果你要找一次 就是fine就好了 有可能就一個 那你就fine 那如果我要五個 那你就幫我怎麼樣 fine all 那fine all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說 那你要給我一個 你那個標籤的名稱 還有標籤的屬性 那標籤名稱就是 什麼呢 特別重要 你就打一個A就可以了 我們有一個什麼 A就是它的超連結 那第二個就是它的class 後面其實這麼多 其他的部分其實可以不需要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給它的就是我的class 那這個class的話呢 我可以從這邊喔 去找到嘛 那我剛剛不是找到這一個對不對 那我可以把這一個 的這個 後面這個class有沒有 這邊喔 把這邊到這邊喔 空白後面 特別是吧 class有可能有空白 因為它可能有別名 所謂的別名 空白後面那個名稱跟前面的名稱 都是可以是它的class 那通常我們是抓前面的就好了 抓第一個喔 可以如果空白 你就空白後面不用管 就找前面這個就可以 然後把這個class 這一個 這部分喔 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的話呢 把它貼到這個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幫你把這個 A 底下的class這些 全部都讓你找到了 找到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放在V裡面 所以你把它找到之後的話 當然你現在喔 我們後面先不要把它print 我們先不要全部找出來 那理論上它會是一個串列 它會幫我回來 就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把它print print什麼 print V好了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裡面有哪一些東西 我們試一下喔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呢 它這個時候去網路上幫我撈 那撈到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撈到什麼東西 有沒有 它撈到1 2 3 4 5 而且它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list 有沒有 中瓜湖裡面 然後呢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到哪裡呢 特別是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到這個A結束了 OK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痘點 到這裡 這是第二個 有沒有 已經撈到了 可是問題喔 我當然結果不像這個一個list 我要怎麼 再做處理吧 那處理的話 就把1 到5 把它分開來 那分開來的話呢 我們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怎麼 跑個回圈 有沒有這個先 註解掉 那跑回圈的話呢 for s 好了 我假設 我希望 因為它這邊總共有5個 在list裡面有5個東西 我要把它分別抓出來 那我就是呢 先抓 這個有點像 for each in 這個v 的list裡面 那我先抓第一個 幫我放在s 那幫我怎麼樣呢 先輸出它裡面的什麼 標題 那 你如果要抓標題的話 非常簡單 因為它裡面的文字 有一個屬性 叫test 你就可以把它test抓出來 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抓它裡面的超連結的話 那因為超連結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標籤的名稱 超連結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超連結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它後面有沒有一個 我們標籤 超連結在哪裡呢 在後面的部分 在這裡有沒有 HREF有沒有看到 特別是HREF 這個後面的東西 如果要抓到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get的方法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文字的話 那我可以用什麼 用 假設我輸出 我輸出 抓到第一個之後的話 那我前面加一個標題 那我用 加 串接s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文字 這個我先不要加好了 那後面的話呢 網址部分的話 就是s 我要get這個屬性的話 那你可以用s.get 然後把HREF 這個屬性 放在這裡 那它就會幫我把後面的東西 抓回來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一下 所以它會抓第一個 放進來 輸出第一個 抓第二個 抓第三個 OK應該沒問題 因為前面我們list 練習很多 然後把它執行 OK 按OK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的話呢 它就已經幫我把它輸出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什麼問題呢 前面怎麼一堆奇奇怪怪的東西 原來是 這個test裡面 前面有很多空白 後面呢 後面也有很多空白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空白給去掉 那空白怎麼去掉呢 其實方法很多啦 其實如果你不用strip 你用那個replace也可以啦 有沒有replace 把空白變成沒有 對不對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裡面的字喔 裡面的字去掉 當然我 其實很多方法啦 你可以用replace 有沒有 replace什麼呢 把空白 痘點 變成沒有 可不可以 應該可以啦 看一下它裡面應該是這種空白 它應該不是什麼全形半形 OK 這一招試一下 所以喔 你會看一下我把它 用replace 欸 空白變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把它執行一下 OK 欸 出來 欸 它有去掉一些了 但是有一些東西好像還是留下來 所以喔 replace它只能夠抓到那個喔 replace部分的只要是空白 所以喔 比較精確 我是建議把這些東西貼到那個什麼 貼到nodebit++ 裡面再去看 會比較清楚 另外一個方法喔 如果要更完整啦 其實理論上喔 用那個什麼 點什麼呢 strip 欸 這個strip的話呢 記得加一個小瓜糊 好了之後的話 把它執行喔 欸 這樣子來strip看看 欸 你會發現喔 strip好像切得比較乾淨 因為replace裡面啊 基本上不是只有那個什麼 不是只有空白 好像還有其他的換行之類的東西喔 所以的話呢 我們用strip之後呢 就可以把東西給去掉了 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那那個 這個超連結啊 現在直接連結 好像沒辦法看到影片欸 那怎麼辦喔 其實如果你要看到影片的話 你會發現喔 你點擊其中一個影片 它其實喔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呢 一定是一個 這個網址 加一個斜線 再一個watch 然後呢 後面就是等於它的ID啦 欸有沒有 所以其實喔 如果你要是真的可以連結的網址 你可以在這邊什麼 前面喔 再串一個什麼東西呢 也許在網址後面喔 這邊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剛剛那個 那個 HTTP那個 串在前面有沒有 欸 這個斜線好像不用 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我們抓到這個網址 那你把它執起 你會發現喔 欸這個出來的話 那就會是HTTP 到這裡 OK 有沒有 阿所以這個網址以後 你連結應該就是 沒有問題的 阿如果你把這個東西喔 跟那個網頁 結合在一起 所以後面如果說 你要跟Jungle結合的話 其實也非常方便 你抓一些網址 就可以把它PO出 請各位試一下喔 利用我剛剛講的部分喔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 上個禮拜應該我們 把那個Beautiful Soup 試裝起來了吧 所以請各位 再把後面的部分呢 先試做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段程式的話呢 雲端上也有 好 好 謝謝